函数的范例题里面的那个叫做乐透彩的重奖几率统计 那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函数叫COUNIF 那这个乐透彩的重奖几率统计的话 就是我想要知道几件事情 你把它打开 这个我把它关一下好了 就是说呢 假设这边已经给你两个年度的这个重奖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打开之后 在这个下方的工作表 有一个101 有一个102年 那就是两年的开奖记录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开奖记录 你会发现 它这个一期 这个是哪一期 这个是101年的99期 所以它是颠倒着放 所以Ctrl向下 第一期在这里 101年的第一期 日期在这里 就是2021 2022 就是它的1月22号 这个开奖 然后呢 开出几个号码 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它重奖号码 总共的话呢 有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码 其实就七个号码 没有 然后后面这些不用管了 这个好像是领的 应该这个是领取的销售量 然后重奖几率等等的 如果我想要知道 就是说到底 这些号码里面 101年 到底哪一个号码 开出来的数量是最多的 那当然 比如说一号 到底开出几个 一号几个 一号 那当然你不是说 叫你用眼镜去看吧 不是说一个 两个 三个在哪里 三个 有没有 一号在哪里 有没有 OK 三个 然后呢 四个 但如果你是这样算的话 第一个一定会算错 因为我们这样看 看久了眼睛会花 OK 第二个的话呢 没有效率 而且这么多资料 所以如果假设我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呢 帮我算一下一号 在101年出现的 先不要算几率 可能改成数量好了 出现的数量 那如果怎么算呢 当然 就不是用人工的方式来算 可是如果不用人工来算的话 那应该用哪个函数来算 特别是 插入函数里面 特别是统计分析 你可以找到一个 统计里面有个叫Counter Counter顾名之一就是 算那个数量的 也就是你给它一个范围 它帮你算一下里面的数字 特别关键是数字 如果它里面不是数字的话 它不会帮你算 可是我问题 我不知道算 所有的数量 我要算假如 假如 假如是一的 所以底下有一个叫 Counter if Counter是算它的数量 if就是如果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条件为一的 所以 假设说我要算 1号在101年出现的数量 先不要算机率的话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先给它范围 范围的话在哪里 在这边 101年 所以你可以点这边101年 它会出现什么 它会出现那个 101年金探号 那这个前面这个指的是工作表名称 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范围 范围跟他讲 范围在哪里 范围在从哪里呢 从这个D2到J2 J2一直往下选 所以我建议 你如果要选的话 我不要推荐你可以先点一下 D2一直往右边拉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错 D2按住之后 滑鼠不要放开 D2往右边拉到J2 不过你会发现它好像出错误了 它这个重复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假设多一个的话 你可能要把它删掉 这个重来好了 干脆把它delete掉 好那这样先选 D2到J2 把按住不要放哦 然后记得要选到底 对不对 选到底你不要滑鼠一直往下拉 而是按下之前交过的那个快速键 叫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就是正确 D2到J100 这边到J100 没错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范围 第二个的话就条件 条件的话就是说我要找什么 找1号 1号的话跟他讲一下 你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找看1号的数量是几个 他会出现17个 所以他从头帮你算到尾 结果对 而且这个我跟你讲 第一个速度快 第二个绝对不会算错 比人工还厉害 快太多了 OK 按确定 那底下的话呢 你就向下填满就OK 不过向下填满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刚刚的101年这个D2到J100 你如果向下填满 一样吧 他会自己加1 D2变J101 不对了 他每次帮你加1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固定的话 记得 请你在D2的2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J100的100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表示说呢 我要固定下来 这个范围不要自动帮我加1 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就全部算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哪个数量最多 如果你假设你有买那个什么 大乐透的习惯 或乐透彩习惯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还蛮好参考的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哦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边打开这个 Count if 乐透彩中奖几率 然后去统计 先统计数量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几率好了 101年OK 102年应该也可以比照半年 最后把它加在一起 就可以算出排名 到底哪个号哪些号码 它的排名是最前面的 那如果我只要找到那个几率最高的 那将来我如果要投 我要买 买那个彩券的话 买个希望 如果你假设是买对的 那个中奖都是 一亿两亿的话 那你直接就可以什么 宣布 从此以后就不用 是不是也不用上学了吗 不用工作了吗 不用上学不用工作 坦白讲也是慢无聊的 因为如果假设你今天 什么事都不用做 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对不对 OK 有花不完的钱 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这可以思考一下 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反而我看到那个文学家 他的文学作品里面最精彩的 都是他经过苦难之后的 那个过程 还有那个结果 你会发现 反而这样更精彩 可是反而你什么事 都不用做 然后呢 什么都很幸福 好像一切都封平了 好像就没有什么故事 有没有 没有什么感觉很精彩的那个亮点出现 我觉得反而人好像 好像也不用 不过我们当然啦 姑且不论 另外一回事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这个范例打开 然后呢 先计算说 这个号码出现的次数 在101年里面 101年记得 是哪个范围 这个范围 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总共几期 总共的话应该就是 100嘛 99期 这边会出现 101年的99期 那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